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4月29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聊一下哈 这段时间以来呢,川普是经常出来发言 川普呢,从来都是语不经人,死不休啊 所以呢,人们就把他说的话呢,不当回事 那今天呢,我看到人们呢,在谈论 他在26号的时候,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的采访的时候呢 所说的这些话,却被人们呢,广泛的转载 议论,认为呢,川普这一回啊,可能是说了大实话了耶 川普这回说的这话呢,可能会应验了耶 那他说的什么呢 在我进入正题之前,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呢,我发现啊,我最近我这个节目流量特别低 点击量特别低 是不是大家看不到我的这个视频 也就是说YouTube可能就不给我推荐这个视频 所以大家看不到 那我看到其他的频道啊,尤其是台湾的这个节目 他们在节目里面老是提醒这个观众 说你们啊,要赶紧的点击订阅 点击点赞 点击小铃铛 然后呢,留言 他们甚至呢,给大家制造一些机会留言 比如说呢,我就问你,你觉得川普说的话是大实话吗 如果你同意的话呢,就留一个加一页 如果不同意的话呢,就留一个减一页 以这种方式增多留言的量 那是不是说如果越多的人点赞 越多的人点小铃铛 越多的人留言 然后系统就会推荐呢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吧 不然的话,台湾的媒体怎么会老是来提醒这些呢 是不是 所以呢,我也想采用这种办法 请大家呢,如果你没订阅,你订阅 如果你已经订阅了的话呢,一定要点赞 每一个节目都要点赞 我听了有的网友说啊 你点完赞以后呢 这个系统有的时候呢 就把你那个点的赞呢,给你取消了 所以呢,你就要不停的再点一次看看 之前的点赞是不是取消了 还有呢,你要点那个小铃铛 你点了小铃铛以后呢 他才下一次会告诉你啊 我有新的节目出来 还有呢,多留言 好吧 有话没话的,就多留个言 哪怕写上呢,支持两个字或者加一也可以 好不好 感谢您对我节目的支持 那下面呢,我就要开始说 这个川普啊,在26日的时候 接受了澳大利亚的媒体天空新闻的主持人 皮尔斯摩根的这个采访 这个摩根呢,以前曾经参加过川普的一个节目 实习生那个节目 在那个节目里面,川普就特别不喜欢他 这个摩根呢,反过来其实也不喜欢川普啊 那这次摩根就采访这个川普呢 我也看了这个节目 就不让川普说话 而且呢,还反复攻击川普 说你以前啊,特别好斗啊 说你以前特别怎么样怎么样啊 你现在改了没有啊 你现在有给世人展现一个不同的川普啊 等等等等的啊 这些,川普呢,这些全都不认的 川普呢,就说呢 他自己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在他当总统的时候呢 他得干两件事 一件事呢,就是管理好这个国家 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保卫好自己啊 他说他要干这么两件事 那说到现代的世界局势呢 川普就说了 说呢,我们的国家遇到了麻烦 必须得有所行动 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呢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领导力的话 世界将不复存在 这个世界将被炸成碎片 美国现在呢,正被愚蠢的人管理 这个世界将被炸成碎片 就他的这些话呢 听起来呀,挺可怕的 要是之前的话呢 人们可能就不重视他说的这话 就认为他说的就是疯话 可是呢,现在这个世界局势的发展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呀 非常危险 这个俄罗斯啊 他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实际上呢,他并没有一个目的 说想占有这个乌克兰 那不是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呢,就是之前 他反复跟北约和美国 所进行探讨的 进行谈判的 就是呢,你北约不要进行东扩 起码不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对我形成相当大的一个威胁 但是美国北约听俄罗斯呢 根本就不听 一口回绝 俄罗斯的这个合理要求 如果那会儿他们说 我保证乌克兰不让他加入北约 而事实上呢,按照北约的这些规定啊 乌克兰还真不符合加入北约的这个条件 对吧 按照北约的这个规定呢 你必须没有和邻国之间的领土争议 你才可以加入北约 北约呢 他也不能要一个炸药包回来抱着呀 对不对 按照这个规定啊 北约是不应该接受这个乌克兰 而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乌克兰呢 一直在寻求加入北约 而北约呢 这些年以来 一直都没有让他加入北约 这个事呢 其实也说明了 这个北约呢 在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情上 是一个偏向于不让他加入的 之所以不明确的拒绝呢 其实就是玩这种战略模糊 就和台湾这件事其实是一样的 美国很清楚啊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这个拦是拦不住的 这是人家的内政 如果你出来干涉的话 是站不住脚的 以前还签了很多的文件 包括中美联合公报 包括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 联合国的那个决议 对不对 中国要统一台湾的话 这是完全是说的过去的 这是一个正义的 谁如果来阻拦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非正义的 美国非常清楚这一点 但是呢美国的老玩这种战略模糊 给台湾的这个分裂主义势力呢 以希望就让他们抱有希望 美国在乌克兰这件事呢 也是一样 就是玩这种战略模糊 他就让乌克兰呢抱有希望 好让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呢 有摩擦有消耗 美国就是这个目的是很坏的 那俄罗斯呢就要求你美国北约 你既然是不让他加入北约 你给他一个痛快话 就好像是中国警告美国似的 你不要给这个台独分子一个希望 那俄罗斯呢要求北约也是这样的 对不对 因为你乌克兰如果说 他分分钟有可能加入北约的话 这个对俄罗斯形成的这种威胁呢 他就是实实在在的 俄罗斯呢他就不会踏实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俄罗斯在同美国北约进行这个谈判未果的情况下 不得不就对这个乌克兰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呢 也把这个目标呢 说的非常的明确 只要是你乌克兰说 我中立 我不寻求加入北约 我把那个要加入北约 从我的宪法里面拿下来 另外呢 你不要对俄罗斯族呢 进行这种种族灭绝的政策 不要对俄罗斯族呢 进行这种压制 不就得了吗 这些要求呢 都是非常合理的要求 是不是 本来呢 俄罗斯呢 就希望说 我给你一点军事的压力 然后呢 把你压垮了 然后你就答应这两个条件 就完了 但是呢 你美国是怎么做的 美国就在背后进行撑腰打气 本来欧洲并没有采取啊 对乌克兰进行撑腰打气的这种态度 但是呢 是美国采取这样的态度 不光美国采取这样的态度 还压这个欧洲的国家 让他们也采取这样的态度 对不对 现在给这个乌克兰撑腰打气呢 到这个程度 不仅仅说乌克兰现在坚决不和谈 而且使得呢 这些年以来 一直都处于和平状态下的 芬兰和瑞典 现在也寻求加入北约 你说危险不危险 所以呢 川普现在就是说呢 美国现在就是被一些蠢货所领导 他就是指拜登啊 他就是认为拜登就是一个蠢货呀 原来他们俩竞选的时候 川普就死看不上这个拜登 认为他这个老了脑袋官不好使 原本脑袋官好使不好使 暂且不论对不对 现在他这个明显的脑袋官不好使 原来呢 川普管他叫瞌睡虫 因为他就昏昏沉沉的那个样子 可是事实上呢 在他当总统这个两年多的时间当中 他不仅仅是说是一个瞌睡虫 经常那脑袋就不好使 对不对 管那个副总统叫总统 他在昨天的时候简化呀 又说到俄罗斯是什么 盗贼统治啊 说到那个的时候呢 又卡壳了 嘴巴里面说的就想不起来 下面说什么了 这个又让美国呢 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实在是不能接受 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总统 现在呢就一个执念 就想把这个战争打下去 打到底 说实在的 你要是往下打的话呢 对俄罗斯来说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损失 确确实实能从经济上 能把俄罗斯拖垮 真的是能 但是美国不会被拖吗 是不是 美国在上个礼拜四之前呢 他已经拿出来了34亿美元 然后礼拜四又说呢 再拿13亿美元 可是呢 昨天拜登就是说呢 拿钱拿钱拿钱 让国会大佬们赶紧批钱 再批330亿 这个呢 真的是让全世界吓坏了呀 川普啊 发表的这个讲话呢 还是在29号呢 如果再把28号 拜登的这个讲话算在那样 这个川普估计他能 更能气炸了 然后他在接受摩根的采访的时候 他非常生气啊 再加上摩根呢 口口声声的老是说 人家川普是一傻瓜 老是来攻击这个川普 川普都急了 就管这个摩根呢 就叫傻瓜 你才是傻瓜呢 然后呢 站起来扬长而去 这个川普 但是呢 他给世界留下来的这个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的领导力 世界将不复存在 这个世界将被炸成碎片 这个呢 非常的现实 美国现在呢 拜登昨天说什么 对不对 把人家俄罗斯的那些富豪的资产呢 什么豪宅呀 什么游艇啊 一概全都没收了 这个川普啊 他本身是一个富豪 他应该特别能理解这件事情 他川普在全世界都有这个生意 对不对 那如果说某一个国家宣布说 把川普的财产都给没收了 川普做何感想啊 他拜登也许在其他的地方 他没有什么财产 对不对 尤其是在俄罗斯没有财产 在中国没有财产 所以呢 他肆无忌惮 这个川普不一样啊 对不对 第一 你这个就是流氓强盗的作风啊 怎么能这样干呢 对不对 个人的财产 你拜登就说 非得说是人家盗贼统治 怎么叫盗贼统治呢 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盗谁的呀 但是我们看到你美国盗别人的 抢别人的 对不对 连阿富汗这么穷了 咱们且不说阿富汗的穷 就是你美国造的孽 对不对 阿富汗那么穷了 区区的70亿美元 你美国给人家扣下 美国给人扣下 美国还干一件事呢 就是美国在阿富汗反恐的时候 曾经就是以人家阿富汗的名义 从俄罗斯买了有70亿的军火 一些飞机吧 苏制的飞机 现在美国要把这些 原本是人家阿富汗买的 这些苏制的飞机 因为阿富汗现在换政府了 这些按说也是人家阿富汗人民的 对不对 他不光是不给人家阿富汗人民 他现在要提供给乌克兰 现在俄罗斯坚决出来反对这件事情 原来美国扶植的阿富汗的一个总统 说实在的 那顶不是东西的 你能不能站出来说 对不对 你现在你美国如果不对塔利班政府说 那我之前我可是阿富汗的政府 那是我们的钱 你应该还给我们阿富汗人民 然后呢我们再说现在北约对乌克兰的这种撑腰打气 这种逼迫俄罗斯是非常危险的 俄罗斯几次就暗示你美国说 如果你再逼迫再过分的话呢 就不排除核武器用上了 今天的时候呢还非常危险 就在黑海的上空和波罗的海的上空 北约的战机和俄罗斯的战机呢 他们就相遇了 这件事情我看到美国的媒体呢就在说呀 说这个呢绝不是北约主动的 因为北约呢是不想卷入这个战争的 是不想惹俄罗斯的 不想和俄罗斯之间发生热冲突的 说呢这就是俄罗斯 说俄罗斯是不是寻求和北约之间的这种热战呢 说也不是 其实呢就是俄罗斯对北约的一个试探 我就看看你是不是想跟我正面冲突 现在看来呢这两边呢是不想正面冲突 但是呢就非常危险 是不是危险还在于什么呢 还在于不光是北约啊 你说北约吧 他是地区国对不对 就在昨天的时候 德国的舒尔茨 他上任之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 就去了日本 昨天他去了日本啊 他去日本访问 哇我们看到这个强景呢 心里面真的是很震撼的 我们要知道在上一次的世界大战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是两个战犯国家呀 这是两个纳粹国家呀 这是两个反人类的国家呀 这是邪恶 轴心国呀 他们两个站到一起了 前两天还有一件事呢 前两天呢就是这个乌克兰呢 他发了一个推文 这个推文呢 他贴出来了一个图片 好像那个推文说的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啊 纪念方面的这么一个内容 然后呢 他这个图片里面呢 就列出来了德国 意大利 还有日本 他就说是反法西斯啊 然后日本方面呢 就抗议 日本抗议完了以后呢 就这个乌克兰呀 就把日本拿下来了 还和日本道歉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日本你有什么好抗议的 二战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吗 是不是怎么还抗议呢 乌克兰呢 还道歉 乌克兰为啥道歉呢 现在在这一次的欧冲突当中呢 日本跳的是最欢的 除了欧洲的那些国家以外 日本跳的最欢 日本甚至呢 比欧洲的有的国家跳的还欢呢 对不对 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表扬呢 说日本干的好 对不对 德国这一次呢 跑到日本去 这两个二战的战犯国家 站到了一起啊 日本呢 现在就是在讨论 关于北约 日本长期以来 寻求就想加入北约 亲近北约 加入北约 现在日本国内呢 叫嚣着要加入北约的 这个呼声很高啊 包括韩国 现在都有这个呼声 现在呢 就大有这种 北约要扩张到亚洲的 这种态势 只不过呢 日本有的人就提出来说 如果我们加入北约的话 如果说北约那边发生什么事的话 我们是不是得派兵啊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好像就亏了哈 所以他们提出来说 是不是亚洲应该成立一个北约 现在美国想成立一个叫印太经济框架 对不对 美国会不会寻求将来 把印太这个框架搞成一个亚洲的北约 这个真的是未可知 现在呢 这就是川普所说的 这个游戏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的危险啊 美国是被愚蠢的人领导 全世界在被愚蠢的人所主导 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呢 是正不压邪 邪恶的力量 貌似是占了上风啊 这样发展下去 川普所说的 世界将不复存在 这个世界将被炸成碎片 会不会成为现实 川普的这个话 真的是应该引起来重视 不然的话 这个世界真有可能被炸成碎片 大家全完蛋了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